TS31K是近期新推出的入門機 分別有1-2-4-3個型號 硬碟托架用了Hot Park設計 另外也有鎖 硬件規格方面 裡面用了Amazon AL214處理器 4核心 1.7GHz 時物 Amazon出的東西也是專為儲存 這顆SoC已經有AES256硬體加盟 1GB RAM 因為入門級設計 所以未允許做機體升級 但儲存就完結了 連接設備方面 131K這款有1GB RAM 231K和231K有2GB RAM 三款機都一樣 三個USB接口 有3.2G的速度 即是5GB Z級 用來搭配外置設備或手指等等 傳傳方面 除了獨立的磁碟機運動外 2GB可以走到V0、V1 4GB的431K可以走到V0、V1、V5、V6、V10 甚至V5加Hot Park也可以 如果要加上SSD做SSD Cache 它亦都支援 Qlap 基本上所有機種都提供到Snapsoft快照保護 在TS31K系列 每一部機最多提供了32個Snapsoft版本 每一個Volume磁碟區 可以做到16個版本 方便用家有需要時 將檔案回覆之前的版本 在效能方面 基本上現在外面的Hot Edition 特別是大T的數量 可能是10T、14T等等 它的讀寫速度已經超過200Mbps 基本上已經超越了 Gigabit Lens傳輸界面的最高速度 在單位的131K上 亦都不同的情況 如果你說用Gigabit Lens 最多可能是110Mbps 如果你要更快 可以配上Qlap的Q&A UC5G1T 它是一個USB轉5G的轉換器 基本上通過USB 接駁到TS138K之後 經過Window Samba 即網絡遲碟機 做一個上下載的動作 基本上可以去到220-260Mbps 比起一般Gigabit Lens快了一倍以上 總結來說 TS31K這個系列 非常適合一般的檔案存放 資料備份 甚至乎錄影監控的環境 雖然它只是一部入門機 但是快照SnapShot 檔案加密 硬碟的磁碟區加密 甚至乎要連接一個5G Lens 它都一樣支援 絕對是一個低成本 可以給你換取到一個 用來備份手機相片 工作文件的一個機器 而且它也有一定的資料保護證 例如行RAI等等 對於用家來說 是一個相當值得投資的一個產品 要用來款式可以把夥伴 先買一位 尤其是位置 最主要保護的 尤其是位置 名用這類祈品 你怎麼會看到 你絕對